刚刚讲的逻辑 特别是在云端上也有放 你们可以找到那个单元06的地方 有一个大乐透历史资料下载这一边 打开来 那里面的话 就是我刚刚做的动作 之前只有到48页 现在一直增加 在59页 也就是说如果那个页数增加 那你可能程式就变更一下 那当然如果你不想变更 可能要想一个方法 看是不是能够自己抓到最后一个page ok 把他一直跑 跑到没有 可以啦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怎么做 第一步的话就录制聚集 就把刚刚的动作录下来 那录制聚集的名称叫做这个 大乐透下载好了 ok 首先的话 当然刚刚这部分 其实我这全部做完的话 你会发现 我最后其实还蛮复杂的 因为这么多 总共要先下载 但是下载完的资料 你会发现 还有一些不需要的 包含什么呢 包含这些 像这两个就不需要 然后你必须怎么样 把这个20 20 20 然后再加上这里 应该把这个放到这里才对 然后把这两列删掉 把这两列删掉 有没有 然后再来还要把这边 总共六个号码要分割 因为他现在放在一个 出称歌里面 那你变成说你将来要做统计的话 那就不行 因为一个出称歌里面 怎么讲 他里面有六个数字 那我要个别来统计 那不可能 那一定要把它分割 所以分割的话 有几个方法 要不然你用什么 之前教过那个Splitter 要不然你就用资料剖析 OK 如果你不会Splitter 你用资料剖析也可以 然后 再来怎么样 其实我的做法是 把这个Splitter到这边 六个 然后最后把这一栏给删除掉 其实我如果做完之后 你会发现 大概就这样 这边 我跑一次给各位看 其实最后做完之后 就有点像是一个一个跑 这个全部都用Core 为什么 因为其实每一个 每一个都是一个动作 我把它先个别写好之后 然后呢 我再让它全部个别一次在跑 OK 先把这个 这个就先P4下载 那你会发现 它底下去是散一散 也就是说它现在正在下载 总共59个page 59个page下载 然后因为 这个下个步骤什么 要把什么呢 日期列 所谓的日期列 这个已经有一个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 在底下 也会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我寻找一下 寻找 这边又一个一模一样 为什么 因为是第二页 再下一个又一个 有没有 也就是说每一页 每一个page呢 它的上面一定都会有一个栏位名称 那当然你变成说你一定要怎么把它删除掉 只留下最上面 不然的话 哇一堆这个不用的 那如何删除 这的话删除 我可以把它执行一下 其实非常简单 然后再来怎么样 再来就是把那个日期部分 把这个日期的资料复制到这边来 怎么样把这个复制到这边来 这个复制到这边来 OK有没有 你会发现这个只有年 这个是年月日 所以其实这边的储存格 应该是把这个资料带上去 所以我这边是写复制工作 复制日期 复制上去 有没有 复制 要怎么做 然后再增加那个中奖号码 所谓的增加中奖号码 再来删除列 删除不要的列 其实就是由下往上把它删除 删除 剩下这样子 然后再来怎么样 这个所谓增加中奖号码 这个所谓增加中奖号码 是说我要把这个B栏的资料 剖到后面来的话 那我先怎么样 先增加 增加1到6号 然后把这边的资料 剖到这边来 剖到这边来 我好像有讲过 剖析资料 剖过来 剖的话 剖的话 你两个我刚刚讲过 要不然就是要剖析 要不然就是用什么 用VBA里面有一个函数叫Sprint 有没有 我记得好像用Sprint 最后的话 再把这一栏给删除 并且做什么 做自动栏宽调整 自动栏宽调整 那就大勾告成 你会发现 我把它Ctrl向下 总共的话 会到1741 减1的话 就1740 也就是总共大勾套到目前为止 开出了1747的这么多资料 如果你下载完之后 那你就可以去统计 历年来哪一个大勾套号码 开出来的几率最高 OK 如果没有这个资料的话 你是无法统计的 那如何做 首先第一个 我刚刚讲的 先录制聚集 那录制聚集的动作的话 基本上1 先到哪里了 先到开发人员录制聚集 那聚集的名称的话 也许我叫做 所谓的大勾套下载这个好了 OK 那录下来的话 你把它这边 我直接按确定 那动作请各位先彩排 刚刚的动作 1 先把它盖过去 1怎么样呢 先到资料里面找到床web 跳出来 2的话呢 就是把什么呢 把这个乐透云的这个网址 记得是index page等于1 OK第一页 然后orderby等于new 就这一串 把它复制一下 OK 复制到哪里呢 贴到这边来 然后倒一下 那它会跳一些错误 反正你按4或按4都可以 反正你只会让它一直跑过去 那这个是JavaScript的错误 然后在这边把它打勾 按费入 费入到A1 按确定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停止录制了 停止录制你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它会出现大乐透的下载 那你会发现就是这一串 那实际上 我习惯是上面这边 它会留一些注解把它删掉算了 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里面有一些重点 跟那个上个礼拜录下来 其实有些东西还蛮像的 query tables 故事 那各位回去也没有 试作 如果有印象的话 一定有这个东西 上个礼拜 有没有 还记得吧 我们可以从单元06这边 从云端 我们一样有录制 那你会发现 录下来的东西 有没有 更新资料 一样是query table 一样是add 一样是connection 那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你会发现 这边是test 那你会发现 刚刚我们录下来的东西是什么 它是URL 有没有发现 URL指的就是那个网址 上面那个网址列 所以特别是有 差别在这里 不过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test跟UI 一个是指的是网页 一个是指的是 它上面不是网页 是一个文字资料 差别在这里 那后面的话就是这一串 我们刚刚贴上去的 就放在这里 所以如果我要改的话 其实改这个地方 然后我讲过了 command type 这个一定要把它删掉 或者加着注解 因为这一行一定会挂掉 然后 就是将来你把打勾那个表格放哪里 放A1 底下的部分的话 其实 基本上 这些都可以删掉 因为我后来把它查一下 每一个点 就点后面这个是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 我发现这些属性基本上 都可以用预设的就好 所以预设的话 基本上这些都可以删掉 也就是说 你只要留哪 哪 哪 留那个web formating 这个web formating 就是说你要不要把网页上面的格式带下来 我们选择不要 然后web table是指的是 那个网页里面的第几个表格 第五个表格 然后什么 要不要改column 这些好像都不用 最后好像其实只要留什么 留那个refresh refresh就可以 其他应该都可以砍掉 我看一下 应该就这么少 所以你可以参考 有没有 这边123 其他都可以砍掉 那砍掉之后的话呢 可不可以walk 其实应该可以 我开个新的档 然后把这个程式执行一下 一下就下载 但问题来了 现在呢 只有下载一页 如果我要下载多页的话 该怎么办 第二步骤的话 可以把这个程式 复制一个 前面加一个批次 批次下载 那可是问题来了 现在只有下载一 对不对 那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是一 那如果我要把它改一到59的话 怎么做 一 请你在上面 enter两下 然后打一个for i 等于 第1个page 到 第59个page enter两下 打一个net 意思是说 我要从第一页到第59页 对哦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把这个中间的程式 拖拉到 for回圈里面 按个tag键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怎么样 再变更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哪个地方呢 index page等于1 那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1 改成什么 改成i 我就好了 也就是说这个1呢 我就把这个i放到这边来 你还记得怎么做吧 那个口诀嘛 双一号两个移到中间 and两个移到中间 加一个i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可以把and前后空白 好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怎么样 把第一次下载就下载第一页 第二页下载就下载第二页 好 一直在一推 我现在试一下 其实现在应该跑 只是说这样跑会怎么样 我先吃一个中段 这边停一下 这边停一下 停一下refresh ok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refresh 就是表示下载 好下载了 对不对 再来的话呢 我这个时候 这个i等于1 所以index page等于1 所以它下载第一页 再来的话呢 第二页的部分呢 所以这个时候index page等于2 下载第二页 你已经下载了 但问题来了 因为我们 这个destination 也是在A1 所以你会发现 它其实也帮我下载了 只是说 这个是第一页 这个是第二页 那第三页怎么办呢 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我现在在跑第三页的话 它会怎么样 它会再把它往右推就对了 第三页下载了 那你会发现现在变什么状态呢 这边是第一页 这边是第二页 这边就变第三页 那也就是说 它会一直移过去移过去移过去 所以呢 1到59页 一样可以全部下来啦 只是说你将来 如果把它用的话 哇 变成什么 你要把它 怎么调整 所以这样也不好跳 那怎么办呢 其实最后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就OK了 就把它停一下 这再另外开一个新工作标 OK 最关键的地方就哪里呢 这个地方 A 有没有 Range的A1 它是一个固定位置 那我将来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把这边改成什么 它第一次的 当它第一次的时候 是放在1 那第二次以后的话 就是自动去向下去追踪 它目前这个范围的资料 在最下面列在哪里 那我要放的位置 就是把它加1的位置 诶 所以这边是哦 那怎么改呢 其实也不困难啦 只是说这个是改两个地方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其实基本上城市 已经有在云端上 在哪里 你如果 刚刚这个是录制的 录制完的 那第二段就是这个 那我刚刚讲的 主要是Designation 这个还没讲 待会再来看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以后如果你已经录制完 其实以后 不用再重录了 为什么 因为 其实 大体上 主要就是什么 给它一个URL 网址 然后去修改对应的参数 就可以把你要的网页 给抓下来 那另外特别注意 那个query table这个物件 它基本上最重要的是 query是查询 table指的是表格 那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抓网路资料 特别是这样 只能够抓取网页上面 是表格的资料 OK 如果你不是表格 很抱歉 你不能用这个方法 特别只能是表格 不过通常我们要的资料 也大部分都是表格 那倒还好 除非你要抓的不是表格 那不是表格 很抱歉 这个方法就不适用了 OK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 所以基本上 因为Israel本身 它就是一个表格的形态 所以当然 也是抓 如果抓一个不是表格 要来放 也非常麻烦 那不是表格 要怎么放 怎么放 对 所以特别注意 也就是只能抓 网页上面 是表格的资料 OK 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我们 如何抓下来 然后如何 可以一直往下抓 那就是跑个回圈 看企业 那最后的话 那就是 让它可以一直往下放 这是方法一 如果你不往下放 另外有同学说 老师我不想要 一直放在同一个工作表 我希望 第一页 那就放第一个工作表 第二页 就帮我new 一个什么 新的一个 那个什么 一个训识 工作表 然后帮我 再放到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只是说你可能要试试看 有没有办法去改写这部分 OK 试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向下追踪 这个前面也有讲过 好